天冷或者没有胃口的时候,我都会给家人做这个酸辣汤,酸辣开胃,好喝又营养 准备半个胡萝卜,先切成片,再切成丝 胡萝卜里有丰富的维生素,平常我们可以多吃点 西红柿洗干净,像这样把皮切下来,稍微的厚一点,然后切成粗一点的丝 里面的部分切成小丁 准备一块嫩豆腐,切成小一点厚一点的片 然后切成粗细均匀的条 一小把金针菇切掉根部,撕成细一点的条,再切成段 香菇洗干净去根,横着片薄一点,再切成片 泡好的木耳切成丝,全部切好以后,放盘里备用 一小块生姜先切成片,再切成丝 碗里打入两个笨鸡蛋,用筷子充分地打散 一小把香菜切成段,切好放盘里备用 锅中水,开下入木耳香菇金针菇 所有的菌类一定要完全煮熟再食用,烫熟以后捞出 锅洗干净放少量油,先下入,姜丝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西红柿丁炒化,炒出里面的汁水 炒好以后,加入适量开水 把准备好的配料和烫过的木耳全部下锅 调味加入一勺盐和鸡精,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可以找到我 接着下入稀一点的水淀粉,勾个薄芡 老抽放在后面加入 陈醋里加入胡椒粉搅拌化开 不要直接放锅里那样,胡椒粉容易结块 醋煮的时间长了,会挥发掉,没有酸味 下锅以后,快速地搅拌均匀 最后转圈倒入鸡蛋液 轻轻地推动一下,就会形成漂亮的蛋花 鸡蛋飘起来就熟了 汤盆里先放香菜,滴上几滴小末香油 把汤倒进去,这样才能充分地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酸辣汤,酸爽过瘾 没有胃口,或者作为醒酒汤也非常不错 天冷来一碗暖心又暖胃 喜欢的话,您也收藏做起来吧 醋溜白菜是最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但很多朋友炒出来不够爽脆软塌塌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 这样炒的醋溜白菜,口感爽脆又开胃 特别好吃 先准备一个大白菜切掉根部 然后把白菜叶子掰下来放盆里 吃多少掰多少 接着往盆里加入多一些的水浸泡一会 再把白菜清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捞出控一下水 切的时候,先从中间切上一刀 然后斜刀把白菜片一下 这样切出来的白菜厚薄均匀 炒出来口感更脆 尽量不要竖着切 那样白菜炒出来口感不好 全部切好以后备用 小料切一点葱花和蒜片 切好放小碗里 加入适量用水泡过的干辣椒段 调一个料汁,碗里加一勺盐 半勺莲花味精 半勺糖 一勺生抽 少量老抽 多半勺陈醋 少量淀粉搅拌均匀 醋溜白菜属于爆炒快炒菜 提前调好料汁 可以减少在锅里的炒制时间 锅一定要提前预热 一下再放油 有猪油的 可以放一点炒出来 味道更香 先把猪油熬化 放几粒花椒爆出香味 花椒变色以后 下入葱姜蒜干辣椒炒香 辣椒变色以后下入白菜 这个时候要开最大火翻炒 这样才能锁住白菜里的水分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关注一下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到我 炒至白菜收缩有一点 便透明以后下入料汁 开大火炒匀 炒好以后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醋溜白菜 口感爽脆 酸辣开胃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喜欢的话 你也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把红薯放锅里炸一下 出锅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美食 一位饭店老板靠这一道菜 在上海买了三套房 今天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锅里油温五成热 先下入一小碗小的玉米片 玉米片下锅以后会快速膨胀 飘起来以后快速搅动一下 让玉米片受热均匀 炸至变色以后立马捞出控油 接下来锅里面加半勺水 加入半勺白糖 烧开以后转中小火慢熬 熬至水分蒸发 糖有一点粘稠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关火 把锅端到一旁 下入炸好的凉的花生米 用勺子慢慢搅动 把花生米翻拌均匀 大约搅拌两分钟左右 糖的温度降低 就会慢慢凝结 等到温度彻底降低 就会形成挂霜 刚开始挂霜不太明显 多搅拌一会儿 完全搅匀以后 咱们的挂霜花生就做好了 用来作为小零食或者下酒菜都很不错 接下来锅中油温四成热 下入炸好的红薯 刚开始先用大火 把红薯里面的水分炸干 多搅动一下 防止红薯沉底以后粘锅 糖的挂霜状态以后 接下来是拔丝状态 用另一口锅同时熬 红薯炸至表皮金黄 完全飘起来就可以了 捞出控油 小火慢熬 把糖熬至香油色就可以了 关火 倒入炸好的红薯 快速翻炒一下 炒匀以后到玉米片里 快速翻一下 让薯条能够沾上玉米片 不沾玉米片的话 就是拔丝红薯 可以看一下这个拉丝状 把粘在一起的用手撕开 继续翻拌均匀 让每根薯条都能沾上玉米片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麦香薯条 外酥里糯特别好吃 糖可以继续熬 熬至比香油色颜色再重一点 这个时候是琉璃状态 趁热浇到山楂上面 也可以穿一点橘子和苹果 小朋友爱吃的冰糖葫芦就做好了 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琉璃状态继续小火慢熬 大约一分钟左右 颜色变枣红色的时候关火 气泡会由小变大 再等十几秒左右 大气泡鼓起来 快要消失的时候往里面加水 只要锅里没有油或者油少 加冷水也不会炸锅 这个就是糖色 开锅煮一分钟颜色更均匀 小火熬一会儿 把水分蒸发掉一些 糖色就会变得粘稠 用这个糖色做红烧肉 糖醋排骨 红烧猪蹄 卤各种肉 颜色都很漂亮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麻烦伸出您的发财小手 点赞关注一下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到我 掌握这几种方法 可以做出很多小零食 也可以让您的厨艺更上一层楼 学会了保证家里人都夸你是大厨 喜欢的话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很多朋友做红烧肉 第一步都是鲜焯水 难怪做出来有腥味 吃起来特别腻 口感还发柴 今天就把酒店大厨 做红烧肉的几个技巧 分享给大家 色泽红亮 肥而不腻 软烂入味 先准备一块五花肉 尽量选择肥瘦相间的 吃起来口感更好 先把五花肉切成大块 第一步先不要焯水 铁锅烧热以后 把猪皮内面烫一下 肉的腥味主要来自于猪皮 烧一下不仅能烧掉猪毛 还能破坏猪皮表面的焊线 有效的去除腥味 烧到表皮焦黄就可以了 放到水里面浸泡几分钟 泡好以后 翻过来用刀刮一下 猪皮烧过以后 腥味才能彻底释放出来 刮完以后换水清洗干净 接下来把五花肉切成条 宽度1.5厘米左右 然后再切成四方块 稍微大一点吃起来才过瘾 切好放盘里备用 大葱洗刀切一下 生姜切片 切好以后放几片香叶 两小块桂皮 几个八角 能吃辣的放几个干辣椒 接下来把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适量黄酒去腥 冷水下锅 能慢慢的逼出里面的血水 开锅以后撇掉浮沫 焯水两分钟 撇干净以后捞出 锅里面放少量油 下入几粒冰糖 先把冰糖敲碎 加快融化 全程用小火 冰糖熬化以后 多搅动一下 防止糊锅 颜色变枣红色 加入开水 开锅以后 稍微煮一下倒出 锅洗干净 预热以后 放一点油 再下入五花肉 中小火慢炒一下 炒出肉里面的一部分油脂 炒过以后 味道会更香 吃起来也不会腻 炒至变色就可以了 油撇出来 可以用来炒青菜 味道特别香 然后下入葱姜和香料 翻炒一分钟 炒出香味 炒好以后 往锅里面加入开水 千万不要加冷水 肉愈冷以后会收缩 酒炖不烂 倒入糖色 加入生抽和少量老抽 放几粒冰糖 先不要放盐 盖上锅盖炖40分钟 倒时间后 再加入盐调味 先放盐 红烧肉炖出来 没有那么软烂 所以要后放 盖上锅盖 继续炖15分钟 到时间后 挑去葱姜和香料 开大火收汁 每天都分享 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麻烦伸出您的发财小手 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到我 汤汁收浓就可以出锅 红烧肉这样做 肥而不腻 软烂入味 特别好吃 可以装砂锅里面 起到保温作用 短时间内不会凉 学会今天这个红烧肉的做法 保证家里人都夸你是大厨 你也去收藏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